Lets Unbox! 我是多方 今天和大家爆霜的就是 GONNA! SX 3 Year Command Rider Metsubo Jin 這一款呢 老實說先告訴大家打定底 我自己真是一般 純粹為了儲齊滅亡信蕾的角色才購買 但大家都知道 它是來自滅亡信蕾外傳 以及在Barugini和Barugini外傳出現的角色 但那兩套劇場版 真的不知道我不懂得欣賞 我真是很一般 那角色也沒有什麼發揮 純粹滅亡信蕾合體 又到處暴走亂殺人 黏黏地線 不過有個好處 就是這隻東西 會有把東洋刀 有把 暗滅Horobi 把刀送給你 這個你是可以補完Horobi 好! 棍子 OK 可能顏色問題 所以開出來都會覺得 很有暗滅Horobi 都是那個故事 製造這些不是太過人氣 或者不是太多人期待的公仔 那些產品 是製造得很有心機的 開出來的感覺是很漂亮的 可能我給它肩膀的透明紅膠件 吸引著 真的很漂亮 大哥 說了幾次 但是一些他們四個人的元素都沒有 這個是我經常都說 是一個很差平的設計 我覺得 你看過Undersuit 都知道 基本上就是Horobi 那個 Body素體 改出來的 給大家看一看 前面 側面 還有後面 整隻東西都 啵啵啵啵啵 所謂的金屬色 令你覺得這隻東西很高級 很漂亮 即是不撇開造型 造型我自己就不喜歡 但是這隻日本真的製造得很漂亮 尤其是都說了很多次 透明紅膠膊頭很漂亮 胸口這個也用了一個透明膠片 另外呢 嘩 這條腰帶也很漂亮 這個滅亡信蕾 這條腰帶也相當之漂亮 那些上色 沒得頂 那條Key也做得很漂亮 你看到它也有上色 很少可的Bogoraisky有上色 這個是 有些出奇 試試可動先 哎呀 肩膊頭呢 這個是漂亮就漂亮 不過真的很牙定 大家要走一走 這個 手臂這個 記住要對上正一點 如果你歪了一點 就頂住 那你移回正一點 你就可以 整支東西都進去 那完全不阻止可動的 OK 之後肩膊頭 可以有少少的拉出 當然是腰呢 嘩 可動都不錯 另外也是有一個拉出色的關節 可以拉到一大截的大腿下來 好 那這個東西比較阻定少少 那所以 變了它只可以起到這麼多度 那就少退 不就一下屈到上來 其實這個Body 都是這個Horobi的Body 其實沒什麼大改進 我換回我手指指Pose先 好 好 接下來 和大家玩一下 工具 它工具有一個 它叫滅之刀 這是暗滅的那把武器 好 這把 就是整把拔出來 拔刀版 另外有一個 是連劍鞘版 可以拔出來 拔出劍鞘之後 你就可以拿著劍鞘 飛天如劍流 拔刀齋 真的變成拔刀術 狼俠劍心 很棒 糟糕 剛才我說它造型很難看 很古怪 大家拿了一把 東洋刀之後 糟糕 突然覺得 有點順眼了 柔型 所以都是寶劍鞘師 又把工具拿起手 整個人的信心回來了 好 之後很重要 要放拔刀的動作 無論擺剪也好 這次的封面也好 它也是做到 臨拔刀出竅這個動作 好像變成滅亡信蕾的指定動作 就這樣 今天的爆箱指數 7分 本身這東西 我們要平心而論 這東西本身做得很漂亮 整個都上了金屬色 有透明肩膀 透明胸口 各樣東西都很正 唯獨我自己扣分 不好意思 我個人觀感就多一點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 這個面亡信蕾的角色 這兩套劇場版 其實我也不喜歡 我寧願當它沒有拍過 多舊魚 其實CO1 那套劇場版 已經可以有一個圓滿結局 不知為何 無緣無緣無故 要弄兩套外傳 弄到故事 就夠雞鬼 不破又要死 滅亡信蕾 四個又要死 這種技巧 做什麼 所以對這個角色 先天聖 我是很討厭 所以給7分 合格 是做得很漂亮 角色不受別人的歡迎 不過 那句話 如果大家有存在CO1的形象 尤其像是阿刀這樣 全都存在 滅亡信蕾 這隻東西當然要買了 才夠圓滿 好 今集暫時先玩那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